來分享一下車殼跟電池的拆裝方法 車殼固定就是要拆左右的各兩顆螺絲 拆的時候因為它是左右兩邊的螺絲鎖定 所以你要拆螺絲的時候要稍微扶一下 不然側踏板會直接掉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拆左右兩顆固定螺絲 把車殼要拿起來的時候要記得是往 往 副駕駛方向把車殼拿起來 那就小心的把車殼提起來 然後往副駕駛的方向把車殼放在旁邊 因為連接線有連著所以車殼不要離太遠 旁邊輪胎這樣靠著就可以了 那電池裝的時候裝這個方向 先把線頭朝這邊 用這個魔鬼磚束帶來固定 先把這一端固定 那接頭端呢 把TX端穿過這個固定綁帶 那這個分壓頭也可以穿過另外一邊 那把固定帶稍微拉緊 這樣子保留剛好的長度可以跟電便接上 那另一頭就可以把警報器接上 那警報器就放在這裡 那車殼蓋下去不會影響到 那要裝車殼的時候呢 就一樣小心把車殼提起來 那車殼的後方有一個固定的卡榫要先下去 後方卡榫撞落之後 車頭前方就可以壓下去 那最後再固定側踏板 那這個側踏板 兩邊不要裝錯 它有一邊螺絲比較離邊緣比較長 一邊比較緊 那比較短的 比較短邊就是要往車頭方向安裝 所以這一端我們就要裝短邊朝前面 那一樣對上螺絲孔 螺絲不要一次鎖到底 先把一邊稍微鎖入之後 再鎖上另一邊 鎖緊的時候也不要鎖太緊 只要輕輕的把螺絲 轉到底就可以了 好了之後一樣安裝另外一邊 然後把螺絲打開 mentre把螺絲放在後面 再撤開 好,這樣就是簡單的車殼拆裝還有電池安裝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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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